目前内地和香港海陆空铁都已经恢复 多口岸、多渠道的交通网络 令到往返两地的人出行更加便捷 一起看看 直通巴士是往来港澳地区历史最悠久 最方便的工具之一 几十年来发展出多家营运公司 它的上落客点遍布广州多个区的热门商圈 甚至大型居民社区 以华夏大酒店的上落客点为例 前往珠海拱北口岸 每半个钟头一班尽点发车 虽然往香港的发车频次梳一点 每个钟头一班 但从早上6点40分开始 每日仍然开行14班次 满足大部分旅客的出行需求 而且到达香港之后 直达荃湾、屯门、太子和尖沙咀这些热门区域 连香港机场和迪士尼都可以一票直达 相关人士表示 往返香港的客流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四成左右 我们巴士的优势首先第一个就是门对门 第二个我们是去到市中心的各个酒店 这些酒店很方便我们所有的市民 尤其是我们的长者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是今年年初恢复开行 从广州南站到香港西九龙站 最快46分钟到达 从广州东站到香港西九龙站 最快一个小时40分钟到达 广深港高铁创新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 旅客在广州东站不需要通关 就可以直接上车 高铁到达香港西九龙站之后 再进行通关检验 进一步优化了通关流程 比以前两地两检的模式 省了大概20分钟左右 最主要是时间短了 省了很多时间 一个站两边都检验了 就是不用我们的走来走去 目前内地66个高铁站 可以直达香港西九龙站 广深港高铁每日开行 跨境列车164列 基本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广州电视记者姚维明 李子日报导